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想到什么 你在看什么 我在复习功课 马上就要参加毕业会考了 要不然拿不到学位 老板 等你有空的时候 我可以请教你吗 过来吧 这儿我不太懂 建筑设计啊 有很多部分是不能被改变的 像建筑的体型系数 应该是小于或者等于零点四零 我好好给你看啊 好 看这儿 这个地方就非常地关键了 如果这个地方走得不好 你会影响到 影响到什么 好 老板 说这么多话 一定渴了吧 我请你倒点水啊 而你整个嘴角的向阳 心不自主碰然这些想 是我不真诚 还是你在发光 怎么会这样 脸好弱啊 完了完了 我该不会真的对老板有非分之想吧 怎么会这样 一定是机械心脏出了什么问题 老板 喝口水吧 不用了 我不渴 我不渴 不好意思老板 耽误你的宝贵时间了 那我帮你收拾一下吧 不用 我自己来 停电了 老板 这 这应该不是我弄的吧 跟你没关系 电路短路老毛病了 老毛病 可是这小区看着很高端啊 谁知道呢 那这样吧 我去找物业上来看看 和我打电话 那有什么事啊 好啊 这都有事啊 对那好啊 都按拿不住了 我 穿它行吗 应该是我想歪了吧 两位请进 不知道什么原因的 突然就停电了 麻烦两位帮我检查一下 嗯 看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那个电箱在 老板呢 你想说的是电箱吧 我知道在哪儿 这家经常停电 那辛苦两位了 谢谢 经常停电 老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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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不会停电被电到了 晕倒了吧 老板 你在里面吗 你儿子 你儿子 我儿子 他在里面吗 我儿子 你儿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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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看 你儿子 它吧 好漂亮啊 这是什么 别碰了 老板 谁让你进来了 对不起老板 我刚刚叫你你没反应 我怕你出什么事 就到处找你 没想到 竟然发现了你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 你一定经常在这个房间里 视频直播 不对啊 电脑呢 视频设备呢 出去 老板 出去啊